近年朱千雪和岑幸言减少演艺工作 Tracy专注律师工作 Jennifer就专心照顾小朋友 来日难得见到两位 现身一个前线活动 说起好友陈凯琳 最近带下第三胎 两位都有恭喜她 Tracy和陈凯琳 你刚刚也生了小朋友 有没有有触过她 有的 她已经是第三个了 所以生完还可以这么漂亮 真的令人羡慕 什么时候 我怕我生完之后不漂亮 所以我要再想一想 会的,天生来 Jennifer有没有追过 都会想的 但还是让囝囝再大一点 但还是要顺其自 早前Tracy和Jennifer 商约蔣家闻吃饭 还说要为Angel集气取奖 最终Angel如愿在台庆颁奖典礼 获得最佳女配角 Tracy和Jennifer都隔空 叫Angel请吃饭 既然我们预触可以实行 就想下一步叫她请她吃饭 是 下一部剧我们就调她做事后 是呀,又到几次 我们也有一起 和蔣家闻庆祝 送信息给她 会呀,其实她看 她在做明烈战场的时候 我都已经是 陈姐姐睡了 我都立刻走出去 开电视看 然后每一次见到她 我都会送信息 我见到你了,做得很好 所以都给了很多鼓励她 作为这个活动搞手的刘仙庭 获老公李承责和女女撑场 为了这个推广普通话的活动 Sandy真是带人情卡请嘉宾 出心出力 而她也很感谢老公体谅 和帮忙照顾小朋友 我连饭都没得吃 她是来支持我这个慈善的工作 也谢谢你老公 她这段时间又慰言 又做会长 我自己这个普通话的教学 所以她照顾家里 女女好痴她 爹地爹地 有得着 活动的时候又可以 预工作于 是呀,今天我带了女女来 是呀 这些平时的妈妈忙做什么呢 她都觉得很开心 农历新年家会否多了 布置、风水浸的开始买 当然有 因为现在有小朋友 疫情刚刚开始恢复 还有很多朋友、客人 都会叫我帮她布置她家 所以都是很多布置 邵培斯获邀担任老师 教小朋友学普通话 她也很享受与小朋友的互动 而宋远荣就担任推广大使 她也有分享平日怎么学习普通话 每次进入课室 小朋友都会说 为什么你这么漂亮 然后就开始碰我的眼睛 她说 你来的,为什么闪闪闪的 这样 好可爱,马上很塌 已经融化了 所以教他们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Sabrila出席也有做普通话的外大 外国普及大使 是呀 你自己可否分享一下 平时怎么去学习普通话 其实我这次很开心做大使 希望之后都可以上试 看看能不能教小朋友 因为我自己又不是很聪明的 我自己是从小到大学校 有普通话课 但我自己就觉得 普通话课只在学习就不够了 一定要私底下自己再去看更多内地 或者是一些 讲普通话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电视剧 你自己喜欢看什么都可以 但是选普通话 那自己多听说 真的会进步 早前不想拍摄节目的宋远泳 暂时未有新工作 打树过年回澳门和家人团圆 而早前宣布回复单身的Veronica 不知道会否趁农历新年家 密识下对象呢 未来农历新年家 会否最近多了朋友 知道你每次单身之后 介绍一下 很差你问这个问题 我想说我最近约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女士 他们知道会否有很多时间 可以叫Veron出来 聊聊天 然后可能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都有 所以我都挺喜欢这种状态